回到台湾共同团 那么再看到的是 这个事件的发展 就是马英九总统 马英九主席 知道了王金平院长 怎么帮着民进党的大党 边科建民来做刑事案件的关说 这个非同小可事件一发生 从上个星期五 9月6号特政组开了记者会之后 一路烧烧烧烧烧到现在 那么今天在王金平 已经正式被国民党 给撤销了党籍之后 那么接下来的发展 应该大家怎么关注 那么现在呢 首先感到不平的是谁呢 是王金平在高雄 陆竹老家的乡亲们 是一位里长决定集体退党 那么现场据音消息 我们请记者来告诉大家 王金平今天被国民党 开除党籍 这件事不仅在台湾的政治圈 投下一颗震撼弹 连锁效应也在老家继续发酵 王金平的老家 位在高雄市的陆竹 今天陆竹区一共有 11位基层里长 共同发表声明 表示要和王金平同进退 宣布要退 而在南部一片 以绿营为主的票仓中 陆竹是少数几个 拥有许多资深国民党党员的乡镇 是否会对国民党 在南部的选情造成影响 可能还有待调查 另一方面 王金平在陆竹服务处的主任 今天听到王金平被开除党籍 也非常的不能接受 眼面痛哭 甚至哭到手都在发抖 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形 他要选总统就来修改党章 他总统修完了 过了桥了 就把这个桥拆掉 他当时就不要修改党章就好了嘛 院长自然就下台了嘛 何必用这样子来捂助人家下台呢 他当时不要修改党章就没事了嘛 而除了服务处的主任 非常不能接受之外 王金平的家人 例如受访的这一位婶婶 也替王金平这一位贴心的晚辈 感到非常的惋惜委屈 甚至扬言全家大小都要退党 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将镜头交换给棚内主播 谢谢我们的记者邱欣慧 带大家来看 这是王金平陆主老家 11位的里长 在今天决定集体要退党了 退党效应会持续的发酵吗 毕竟呢 王金平院长我们说的 37年霸的立委 那么做了14年的院长 我们在地方上的服务 连我们的现场的委员们都说 他服务非常之好 可见得呢 能够不断的能够担任这个民意代表 在地方上的服务 一定也是有口结杯 那么老家的亲戚相亲挺他 这可以理解 因为看到王金平院长 对法条这么样的一个清楚 那么昨天在机场 特别点到这三问马政府 这也是非常之强而有力的 特别点到就是说 他为什么要打电话去给 这个相关的曾永夫 以及陈守皇 实在是因为 我们整个这个相关的滥权的部分 特别是检察机关的滥权部分 一直是立法院非常关心的 所以他才会说 这个案子小心 不要再重蹈覆彻 但是这一问 人民的痛苦 政府知道吗 再问 人民对司法的不信任 政府有感觉吗 继续问 人民期待司法改革 政府又了解吗 我们请陈明议员带大家来看 这一问当然是 这几天都在呼吟 马总统记者会用问的时候 那个苏贞昌记者会也在问 然后王金平回来也在问 互相求丢来丢去丢来丢去 但丢到最后呢 正义真相只有一个 这几天的发展 我是不敢说24小孩 只要眼睛张开的 都是盯着电视 盯着听着电台 都怕漏掉任何一句关键的发言 包括他们的逐字稿 我都要去看他 这三问 其实我当时有点错愕 第一问问得非常好 这绝对直指核心 就告诉马总统说 你知不知道人民的痛苦 你政府知道吗 但不要忘了 我们院长是我们政府的一环 这个很多的法案 民生法案没办法通过 立法院议事效力不张 一天到晚是 媒体一骂就是优先法案 一骂就是优先法案 所以民生法案都丢到后面 大家要共同承担这个责任 包括我 因为只要是从政的人 都要为这部分负责任 当然我们比较小 我们是在市政的部分 他们在国政的部分 后面这两个是让我很错愕 这两件事情 不是就今天最大的问题核心吗 人民对司法的不信任 政府有感觉吗 这就是今天最大的核心问题 如果说今天 而且我就常常在讲 那种谬论跟乱讲 现在已经到了厚言无耻 我再讲柯建民不讲他 还有我再讲苏主席 也要去检讨这件事情 柯建民说 我已经是被判无罪了 怎么我还要去官说呢 我跟观众朋友讲 他那个无罪不是最终判决 就是因为去官说不要上诉 他才是无罪判定 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形之下 他有可能在更审的过程中 不是无罪的 而且如果照柯建民这样的逻辑说法 我都怀疑他这一次跟一审的无罪 是不是就已经官说了 为什么跟原本的判决是不一样的 这个另案再来讨论 所以人民对司法的不信任 政府有所感觉吗 政府一定要有感觉 所有的从政的人都要有感觉 小老百姓最不满意的就是 有权力的人判生 没有权力的人判死 我们有没有碰到官说 我们碰到很多人的官说 可是就像刚才我们的老师跟委员家讲 其实包括我们市议会 我们现在连任一个伪装建筑去关心 关说都不管 对不起 注明哪一个民意代表 什么时间 打了电话或亲自来拜托 就是代表什么 我对我的关心负责任 合法给人家方便就方便 不合法不能方便 我们告诉我们的百姓好朋友 我们的选民说 我帮忙但是不能逾越法的决定 所以第二点讲得太好了 但这一点刚刚直指核心了 第三点人民期待司法的改革 政府了解吗 现在司法不用改革了 司法只要建立我们的 再把我们重新建立信心就好了 陈守皇这个最高检察长 他说的话破绽百出 他到最后跟阿桃这个检察官 到最后都回到了一个 什么方式讲 不谈法律了 他说我是基督徒 我跟你讲 我的朋友告诉我 他很生气这件事情 他常常看到政治人物 或是发生什么 任何一些事情就说 我是基督徒我不说谎 如果真的你不说谎 你不要去带到你是基督徒 佛教徒也不主张说谎 任何宗教信仰都不主张说谎 重点是事实的核心 陈守皇说 他说王院长有没有打给他 拿出记录来 结果王院长说 是陈守皇打给王院长 所以这种东西 如果我们用 洪仲秋事件来解读的话 每一个人都抽丝剥茧 在网路上办案 在媒体上办案 在事实根据上面办案 这件事情很容易厘清 可是我们要回头来讲 我想今天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我相信我们的考纪会 跟马主席 马总统就是认定 这是一个官说 质疑是说后面 王院长在呛特征组这些等等 我常在讲 我对司法我也很怀疑 我对司法我也很不信任 我对特征组也很不满意 但是就这件事而言 我感到很欣慰的是 如果他过程中有瑕疵 就去追究那个瑕疵 我们不会因为他办了一个大案 给他掌声就忘了要去监督 可是如果他有瑕疵 这个结果是漂亮的 我还是觉得 我情愿要有那个瑕疵 把这个结果办出来 如果我们去主张说 有那个瑕疵 这个结果不重要了 各位去想想看 如果这样的事情 可以一再的发生 我可以告诉大家 在选举的过程中 每一个人出来都说 我要为你服务 我要为国服务 为地方服务 当选了以后 所有的事情 如果都是在阴暗面 下去瞧的时候 我说实在的 你选不去都不知道 所以我要拜托各位观众朋友 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心情 王跟马放在一边去 蓝跟绿放在一边去 你能够接受国会议长 为在野党的一个党编 去关说司法案件 而且最后的结果是如此 而且我们的检察官 这阿桃检察官又出来说 他的记忆不好 所以他这个供词 可能会讲错 那我就很担心 你是检察官 你算你记忆不好 那你过去起诉人家 被这个检察官起诉人 何估 你记忆就不好了 你连去作证 你是检察官 你都说你可能会作证错误 你拒绝的证识 你都会错误 我觉得这是乱了套 这就是人民对司法的改革 所以我也呼吁说 拜托我们所有检察官也好 所有法官也好 在这个事件里面 希望不是在谴责你们 是给你更大的挥洒空间 将来你有任何政治压力 比照办理 这不是一个商榜保健吗 任何一个检察官 任何一个法官 当你受到政治性的破压的时候 你没办法扛的时候 打个电话给国术 打个电话给陈明毅 我帮你爆料 爆出来 院长都可以下台了 还有哪一个人不能下台 所以重要价值就在这里 这要很重要的一个厘清 在王院长喊出来说 人民痛苦政府知道吗 我们说他是不是也该要负点责任 人民对司法的不信任 政府有没有感觉 人民期待司法要改革 政府有了解吗 但是立法者自己在做是什么事 我们接下来赶快请东豪 带大家来看 王院长调和底 认通人和 朋友非常非常之多 到底他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今天我们这样 今天在这个讨论当中就看到了 这个是新瑞都案 或许观众朋友记忆不太深 那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请东豪来 新瑞都案 新瑞都案这当中 为什么我跟王金平有关 打麻将 他跟谁打麻将 还输了400多万 据说你还知道 到底总共是输多少 应该是414 414万 总共输了414万 新瑞都它是一个shopping mall 在高雄 在入竹 重点就是在入竹 我们有一段时间 想引进于美国是那种 shopping mall的东西 购物中心 新瑞都就在那时候 赶了个风潮 他的主题4者是 舒惠德小姐 他那个投资案 当然因为在入竹 他一定跟王金平王院长有关 当时新瑞都因为 他是有国民党党宁事业 刘太英先生去参与了 一部分的投资 后来这个投资案卡住了 卡住的时候 他就要北上 北上希望寻求一些 政治上的协助 当然王院长他们都是 刘太阳 刘太阳 后来这个案子 很多事情 我们是在起诉以后 才看到的 起诉以后 我们看到一些什么事情 因为中间有一个 已经过世的一个被告 叫李明哲先生 李明哲先生 在199798到2003年左右 李明哲先生 常常对王金平院长的 一些场合出现 他们是好朋友 好朋友 好朋友 像翁宏金翁委员 很多立法院的人 都跟李明哲非常好 这是一个商人吗 对 他是个商人 后来当然有一些 弊案发生 所以人家说他是个白手套 然后来过世 过世 在他们家里面 在李明哲的家里面 在那时候刘太公的八楼 他们会喜欢打麻将 王院长有一个 四号就是打麻将 所以你刚刚讲 去赚钱的就是打麻将的意思 可能因为老柯也在那边 八楼打麻将 对 还有柯建民也在现场 所以在李明哲先生的 一个笔记 一个技术部上面 你就会发现有很多 加号减号 像这个王院长 他是负414 那老柯是正154 然后赢最多的是 那时候原来那个立委 以前男人县的副议长 后来是立法委 中文有758万 然后像李明义 罗夫柱 他们都在那边玩 当然这个赌局 打麻将对他们来是消钱 因为他不是当场算钱的 但是都留下记录 以后再说 对以后这个账怎么猜再说 那王院长喜欢打麻将这个事情 也打得比较大一点 这个很多在立法院 跟他好的记者都知道 不是只有在李明哲的那边 像那个工信集团总裁 潘俊龙先生 他在北投家里有一个很大的 像透天的那种别墅的房子 那像他们那边 也是大家喜欢去打麻将的地方 因为打在那边又安静 你要喝酒喝茶边打 怎么样都方便 那像有时候我记得 有一次王院长 他们几个朋友在那边打 一个朋友在那边 一个记者在那边 打一打累了 就有一个人起来 就叫这个记者下去 帮忙打一下 那个记者打死都不要下去 为什么 一抵二十万 太大了是这样 对对对 他打不起 你不要紧张 这个输了算我的 那个记者还是不愿意 因为打二十万真的压力太大 对 就算你的赌计很好 排计很好 有的时候还是会 因为这个压力会失常 就是说打麻将这种事情 有时候金额高低 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水准 那因为李明泽这个事情曝光之后 后来王院长就不大打 为什么 这个事情其实对形象影响很大 没错 但是这个确实是他一个很大的嗜好 很大的嗜好 谢谢这个东华来告诉大家 当时王院长是副院长 立法院的副院长 所以我们说到打麻将 说很多家庭也做这样的消遣 但是这个事情因为新入队的弊案出来之后 在李明泽的战色上看到 哇 这么多重要的民意代表们 各党各派民意代表们通通都常去他那打麻将 输赢说以后再算了 四百多万算多还是少呢 我都会打麻将的朋友 你们自己来做一个判断 那重点是有谁 包括 柯建民 真的是好朋友 那当时就完在一起了 十几年前就完在一起了 当然他们在立法院都是二十年以上的资历 都完了十几二十年了 真的是好朋友 这位官说 人质长情嘛 我们待会回来